好从亲子教育开始关心妇女的儿童议题 由共学团素人爸妈家长 组成的小欧盟 今年选在花莲许办党员大会 之前参访花莲县议会受议长张俊 秘书长陈德惠等议会同仁热情的接待 那么也透过导览解说议事的运作以及会晤 并和武党籍线议员杨华美对谈 了解公民参政的成功案例 中间是报告台后面的是主席台 由共学团素人爸妈家长组成的小民参政 欧巴桑联盟小欧盟 日前带着小朋友们一群人浩浩荡荡 来到花莲县议会进行参访 在议长张俊秘书长陈德惠等议会同仁热情接待下 透过导览解说议事运作与会晤 踏入便了解鲜少有机会接触的议会大厅 带着理想带着责任然后带着很多的能量 然后想要进入花莲的台湾的政治 然后创造一种新的气息新的改变 但是我知道过程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在这里也希望你们一定不能气馁 一定要再接再厉 相信我们要相信自己一定会有机会参政 小欧盟创党召集人张淑慧表示 武党节线议员杨华美是公民参政成功的案例 小欧盟党主席江明荣表示 过去与杨华美有多次跨越合作与互动 这次党员大会第一站 就是来花莲和杨华美取经学习 透过交流分享 期盼透过不分党派 不分地域 不分年龄的民主教育 贯彻小欧盟的共学精神 记得长方彦华理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Julian Basi